大家好 我是Hero 今天带大家来长沙环喝茶 我上次经过这间酒楼 它就写着全日没有分什么时段 和一至日都是大中小点18.8 那儘管看看它好不好吃 大家跟我一起来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动力 多谢 我现在就去到那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不算很大 都一眼看完 不过都算干净整结 而且它的桌子都格得很疏的 而且它也有窗边位 都算一个卖点的 现在这么冷的天气 阳光晒进来是暖暖的 挺舒服的 那你说价钱方面呢 如果你说是早茶那些时段 那就不是特别有优势 因为它就没有分的 它由9点半至4点钟 都是同一个价钱 大中小点18.8 那当然 但是如果你是假日 那它的优势就明显一点 因为假日通常贵一点 但是它是一模一样的价钱 我也是先喝水的 试一下一口茶 一般的 有点夹的 当清一下热气 喝完一杯茶没多久 它就给了一张纸给我看 原来现在是有这个特价时段的烧味 不过它是10点半到12点半的 还有红一呢 星期日那些就没有的 今次第一个点心 我叫过比较特别一点的 叫做金曲萝卜丝饺 我外面好像没见过 它其实就类似虾饺的皮 那里面就是一些萝卜丝 它最主要有白萝卜 有点红萝卜 还有有点肉丝 拆开了给大家看 里面是白萝卜丝为主 那吃下去都挺甜的 那些萝卜 肉丝比较少一点的分量 但是最差的是皮 它的皮我拿的时候 其实都黏着黏着的 它的萝卜面做得不是那么好 比较软 就是好像那些蒸过籠那些 那类的萝卜面 所以相对就会差了一点 但是它里面的馅是好吃的 接着我就叫了一个 不是18.8的点心 它有一些叫小食类的 因为我看它这么特别 这里有感露云吞 还要是38元 所以我叫了这个 一来到都很多 我最初以为是38元 不是很多 怎料来到有6个云吞 和一盒酱 那来的姐姐 见我们的话 她都说这个很值得吃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盒汁里面有什么馅 那它里面有些 如果蔬菜那边方面 就有一些红椒 蕃茄 菠萝 那里面都给了足够的 有一块鱼 另外有叉烧 还有些鸡肉 那还有一块猪肉 那就是肉类有四样 云吞呢 那你见到我刺散去 哇都很脆 真是爽爽的 那我初头以为是那些 平时我们吃的那些炸云吞 里面有馅的 但原来里面是没有的 齋皮来的 那这个汁呢 就是类似咕噜肉的那些汁 那它调教得都ok的 就是偏酸少少 但是都可以接受 不算是很酸的 那就这样舔那汁呢 当然酸了少少 但是如果蘸完馅吞皮呢 那它带酸呢 就中和了 就没那么柔 而且它的皮都挺薄身 挺脆的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那另外它的馅料 那些盒料里面那些 就普通通的那些馅料 因为那些馅料都是不好吃的 一般都是 就是那些叉烧 那些都是普通东西为主 那这个呢 那皮就没什么蛋香的了 那当然啦 38元那么大份 我觉得都算交到功课了 不过如果说好吃呢 我就想起 我之前拍过一间 就是金碧酒楼 它那个感怒馅 就很好吃的 它里面很有蛋香 而且它的皮就不是这些那么薄的 是比较厚的 有些酥脆的 它的蛋香味很浓的 还有其他其他环球菜都很出色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快点看 我现在放在上面 你按个I字就可以立刻看的了 接着我点了一个糯米包 这个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吃过了 而且不是很多酒楼有的 所以点了这个 那拆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馅料 其实是没有馅料的 只有些花生 但是虽然你看到它普通通 平平无奇 但是又做得挺好的 它又不是很油 吃下去不会说整口油的 那些糯米香都挺好的 做得 那外边白色的皮 又不会说蒸到湿了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很香的 很好吃 接着我点了个南乳猪手 可以补充骨胶圆 它这个份量也不少 也有四个 虽然它的底部也有蘸些花生 但是它不会因为蘸得多花生 而减少 只有两三个 那些猪手就不是只有骨 也有很多肉和皮 而且它炖得也算软的 就是不会咬下去很硬 有些还有保留一点咬口的 味道调教得都OK 就是正正常常的那些 整体上来说都可以的 那之后我点了一个特别一点的 三星烧买 这个就不是18.8的 贵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看到它有猪肚烧买 所以就要点了 那它其实有三样 刚才说了猪肚烧买 另外一块呢 原来是叉黑烧 那最后一块就是鵪鱼蛋 那三样东西 先不讲个面料 先讲了一个烧买 那它其实呢 里面三粒有点不同 叉烧那粒呢 它里面就有很多虾 我想就这样 没拆出来也看到 那另外呢 那个猪肚烧买呢 也有一些虾 那但是鵪鱼蛋烧买呢 里面就不知为什么是没有虾 全部是猪肉 真是财富分布不均 真是很不公平啊 那这个烧买的肉呢 都吃不到雪藏味的 都做得挺好的 还有那些虾都弹牙的 我觉得是 都算是好吃的烧买来的 那叉烧 那叉烧 那就是普通的夏兰叉烧 来的了 它是瘦叉来的 比较粗一点 那猪肚呢 它做得都够软 和它是没有那些内藏味 没有雪味的 那我最后叫了个腸粉 那这个叉烧腸呢 其实都不用介绍 一看呢 已经知道伏伏地 看到外皮呢 都是非常的粗 和厚 那我证实一下啦 拆开给大家看啦 真是皮厚到飞起 而且吃下去很粗 就是不滑 还有没有什么米香 还有很软 就是很粉 就是完全不好吃的 那这个馅里面 也都不是很多 还有那些叉烧 都是质素 非常之 就是相对比较差 有没有 非常之差的 那它还有一点圆细 那这个肠粉 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叫了 好 总结一下 那我觉得这间酒楼 譬如食物质素来说 就和普通差不多 普普通通 是某些比较特别 一些的 譬如感露云吞 有些怀旧的三星烧买 和糯米馆 比较特别 反而调回一些大路点心 就一般 那服务方面 因为现在始终都明白的 因为真的 饮食业现在比较困难 就不是那么多人手 那都希望大家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都忍耐一下 我都明白的 如果比我以前呢 我就会觉得 哇 没有搞错 但是现在都知道 大家一起 就是共度这个难关 那价钱方面 如果你是下午来 或者假期来 我又觉得是划算的 但是如果你是 早上喝早茶 限一那些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优势 今次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订阅 给个赞 下面留言 和分享给朋友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可以的话 按下旁边的小钟 一有新片出 你立即收到通知了 好 下条片再见 拜拜 戴口罩先 1 2 6 3 5